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话卫视为你演唱直播剧活动节目《澳门虚港》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婷婷 首先在这里多谢昨晚很多位打电话上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上留言的网友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劳工事务局局长 上来我们澳门虚港做这个民政节目 稍后局长会和大家介绍 社会比较关注的最低工资的相关话题 以及本欧目前的就业状况 以及为雇员提供哪些协助服务相关的话题 事不宜迟我们先介绍一下他们 在我身边的一位就是 劳工事务局局长王智雄先生 王国长你好 在国长身边的一位就是 劳工事务局劳动监察厅代厅长 吴惠贤小姐 吴厅长你好 我们很欢迎市民朋友打电话上来 和我们讨论或者发表你的意见的 电话号码是278-9192-278-9192 或者通过现光网这个网址 加入我们的网上交路 那好了首先第一个问题 都是问回我们身边的王国长 那社会关注这个最低工资的实陷呢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物业管理业务的 清洁和保健人员的最低工资的法律呢 各位观众各位主持人你们好 好多谢莲花卫市邀请我们参加这个民政节目的 和市民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的 直接听取各位的意见 也都欢迎各位市民和我们一起 参加这个互动和交流 有助本局提供更多的服务的 那么关于一个物业管理业务的 清洁和保安的最低工资的法律呢 那么特区政府为了持续改善 低收入的雇员的待遇呢 回应社会的诉求 特区政府参考上 政府的外盘清洁保安的经验呢 以先行先事的方式呢 为物业管理业务中担日清洁和保安的雇员 订定最低工资的制度的 令到有关的雇员 可以获得最低工资保证的 并改善他们的生活的 那么有关的立法呢 在实施的范围的雇员 获得最终的保障外呢 亦都为最低工资 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而这个法律呢 会在明年的1月1日呢 正式生效的 虽然呢 法律的实施的范围呢 仅为物业管理行业的清洁和保安这两个行业 但是特区政府也承诺 会在实施三年之内呢 会推行全面的最低工资的 那么这个法律呢 这个法律呢 在今年的7月13日 已经公布上了 那么勞工局呢 实际是现在做了一系列的 法律的宣传和推广 包括一些海报啊 一些单张啊 或者一些短片 都会去做人宣传的 而且都会跟工会团体啊 或者商会团体呢 会进行一些 最低工资的讲解会的 务求使用到这个法律呢 是各界都了解这个法律的 相关的规定的 共同遵守这个法律的 那么这个法律的 实施呢 就是每小时呢 是最少三十元啦 嗯 或者日生呢 就二百四十元 还有月生的固员呢 每个月呢 最低就要六千二百四十元的 嗯 是 那可不可以和我们再讲 详细一点 就是除了一日一日 开始生效之外呢 会不会以后 会涉及到其他那些 范畴都有最低工资的 就是延伸呢 这样的 那么实际 特区政府也都承诺讲 就是说在三年之内 就是说实施了三年之内呢 会是做一个全面推行最低工资的 那么我们基本上呢 现在都行那些 立法的草意工作的 那么我们希望呢 就预计会在2016年呢 会第一季呢 就会将这个这样的 全面推行最低工资 就是全行的最低工资呢 会交去社协调上次委员会 去讨论的 嗯 那也都预计呢 2017年呢 会在第二季呢 是会交给立法 就是文官交给立法会审议的 嗯 明白 好了 我们现在都要 微笑个视频嘉宾连线了 他是 澳门物业管理业商会会长 謝斯芬先生 謝先生你好 晴晴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謝先生你好 今天呢 董事长上来 你有些什么问题上提问 董事长呢 黃局长你好 好 其实呢 这个最低工资的法例通过了呢 这个呢 在我们澳门来说呢 是值得大家骄傲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 步向一个文明社会的一步 但是呢 在这个期间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大家都要明白的 就是最低工资 并非一个单元 只是一个工资的问题 因为它影响到呢 我们澳门23万个小业主 也都影响到呢 管理业的未来那个路向的 最简单的一点呢 其实如果我们在一个 最完美的世界 管理费呢 其实是跟那个管理成本是挂钩的 大家都知道呢 管理成本是过往这几年 是不断提升的 尤其是在那个人工方面 那么如果最低工资一通过了呢 其实呢 那个管理费呢 肯定是受到压力的 那么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是要明白的 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社会上面 听见那些声音呢 就是说 管理公司赚少一点 就没事了 我觉得这个想法呢 可能呢 是未必完全正确的 因为其实呢 管理行业是一个服务性行业 而那个利润呢 是很低的 最低工资一通过了之后呢 肯定对社会是造成很多震荡的 这个震荡主要呢 就是在大厦管理的模式 这方面呢 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呢 就是 管理费和那个管理成本呢 是没有办法挂勾的 因为现时那个法律呢 和那个行政程序呢 是令到呢 成立 业主的法团呢 是出现了很多困难 也都呢 在调整管理费方面呢 是造成了很多困难 这个我觉得呢 并不是只是说管理公司 而是很多业主呢 都是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其实要减低这个震荡呢 我觉得有几方面呢 我也都想请教一下王局长的 第一方面 最重要的我觉得呢 有几个配套法案 虽然不是王局长是 他的部门负责 有几个法案呢 其实是对 最低工资日后那个 运行的配套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分层楼宇 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 第二呢 是分层建筑物的管理商业法 这两个法案呢 如果是通过了呢 对于这个理顺的管理费 和那个管理成本的管理呢 在这方面呢 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呢 就是在成立这个大厦的管理委员会方面 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呢 是需要帮助一些小业主的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劳工局呢 可能是可以帮到的呢 就是在那个 非存职的雇佣的人士 就是我们所谓part time方面 现在我们澳门是没有一个法律的 如果是有这个法律的话呢 我觉得物业管理界呢 在招聘人手方面呢 可能是得到很大的舒缓 而直接呢 是令到大厦管理的成本 是可以降低的 那我很想其实知道一下呢 政府在这一方面呢 是不是已经开始考虑 怎样来到部署这个 part time这个法案呢 好 多谢谢师傅 会长给我们今天提了这么多的问题了 好了 我们现在先听听家庭观众有什么意见 先听听林伤的电话 林伤 你好 林伤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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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曼仁好 首先呢 借你的地方 先说道歉声明先 一昨天打电话上来呢 把两件巴士和乘客的冲突事件呢 连成一件 那是我错的 首先道歉 但是呢 我是没有错到批评那个工会的代表 所以我只是 代表我搞错了资讯道歉 OK 言歸正常 现在最主要呢 就是说 勞工局的角色呢 人之扮归聘入去之后呢 有一个职能呢 就是要审核那个勞工的配额 那澳门勞工的配额呢 过去呢 已经是很多人救病的问题 所以我也想做一个提示 就是说 如果大家是有心要做好一件事 以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去为特区政府 和市民服务的话呢 就是要留意那个勞工额的批出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黑洞来的 有些人呢 投资真正正做生意 找一个勞工额 一额难求 有些人呢 坐享其成 可以炒卖勞工额 而致富 坐在那里有钱收 这个问题呢 希望呢 真是要用心去把握好 掌握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警告 因为现在呢 澳门的经济呢 准备呢 准备是面对寒冬的 那个经济一路 所有的数据呢 包括 都对外劳离场 这个问题 如果全部都是无逢接轨 全部都是安全撤退 全部都做得漂漂亮亮 当然大家股掌 亦都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呢 但是我觉得不会这样 好像上两个月有一帮建筑工人 因为在路灯城那里 建筑工程不知道怎样提早完结 还是缓建 有百多个工人觉得 他不公道的待遇 在中原办门口 或者在努工局示威 在中原办门口静坐 这个是未来一定会经常发生的 经常会发生 而努工局作为 这个第一个面对这个事情的部门 你应该要心中会有一个准备 这些事情会天天发生 不要等到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 拿手不成事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将来的事件一旦恶化 可能又是一件 特区不能承受的治安事件 所以我希望在这里 做一个警醒 一个提醒 希望今天那些嘉宾官员 在这里 把那个说话听进去 真的要做一个很好的 沙盘推演 或者规划性的 不服 将来如果有一旦发生 大规模的 勞资时间的糾纷 甚至是一些 叫什么 可能引致治安事件的事情 这个努工局到时如果做得不好 是责无放大的 好 谢谢林先生你的意见 我们听听下一位观众 洪生的电话 洪生你好 喂 主持好 你好 洪生 我想反映一些事情就是 那些过届司机 勞工部应该是保障本地的 勞工的市民的权益 那么多过届司机 他也不去规管一下他 还有那些地盘 我在传媒听到 有一个就是天秤手 那些劳工一来到 他就没什么做了 那你劳工局 是保障什么人的权利的 是否保障商人 如果是这样 没叫劳工过了 是商人局的 那对于我们本身的 劳动阶层有什么保障 你这个局是做什么的 那你这两个位 外劳代势不了 所以你们不在乎 求求其其 我向那个工联也反映过 他向你们反映过 都是这样的 我一样是 那么多过届司机 没有改进过 那你劳工做什么的 那我们普通市民是谁投诉的 投诉完就是这样 那是你们这些位置 那些劳工代势不了你 那些外劳代势不了你 所以你们不用做了 是不是这样 好多谢洪生你的电话 好了 現在時間都是給國長回應一下 之前三位提及的意見和建議 首先多謝謝先生的電話 實際上是這樣說的 在勞工局裏面對於非全職工作也有一個培套 實際上政府在社協那裏 實際上已經收集了勞資雙方的意見 實際上也跟相關的工會團體和商會團體都有去溝通 實際上已經收了意見 所以現在是會做到一個最後的政府的文本 希望在第三季裏面再會交給社協進行討論 這就是一個非全職工作的制度 關於在謝先生說的新校運之後 實際上對於勞動市場事實有一個衝擊 也很同意謝先生說的 因為這是法律 大家都要遵守 因為如果是業主的話 可能是業主就是僱主 但是他很多時候也是一個僱員 所以我也希望在這裡呼籲業主會也好 或者是小業主也好 實際上也都在委託澳大做一個最低工資清潔保安的調研報告裡面 實際上也預計到這次法規通過之後 實際上這個最低工資通過之後 實際上1月實施之後 實際上那個管理費普遍都會增加的 所以通過之後也有半年時間預計給業主會開一些會 希望盡快去調升管理費 這個真的呼籲業主會應該盡快去開一個這樣的會 能夠看看怎樣去做好這個管理費的性 呼籲做好一個作為僱主的一個責任 洗勞工國在這方面也會實際做的一個工作就是 要跟相關的團體 包括公會團體 商會團體已經是會出信給他們 會商約他們去做一些最低工資的講解會 看他們明白最低工資實施之後 實際上業主或者業主會要履行的職責的權利 或者義務是什麼 我們實際這件事除了在全媒介裡面都做宣傳 也都在相關的利害關係 或者一些業界或者一些持份者進行這個廣泛的宣傳的 我們之後會不斷地做這些這樣的工作 或者那個觀眾林先生要提到那個勞工配額方面 還有他要講到那個外勞理場方面的問題 那張方方面簡單會議 我想可以這樣說 實際我們都對於發生這件事之後 實際特區政府都非常關注 實際本身在勞工局和人資辦 和治安警察那些出入境事務廳裡面 實際的系統都有聯結的 所以實際我們一直都留意著 究竟怎樣去做好一個退場機制 包括那些地盤 因為現在出問題的就是那些地盤 實際我們有溝通 究竟哪些地盤的配額是要走的 實際會和相關的公司會進來一些溝通 所以現在我們定期已經會去出一些地盤裡面 會派一些勞工督察的地盤裡面 會收集他們地盤一些相關的 包括判斷的資料 一些合同 你的僱員的情況 或者包括外地僱員 本地僱員的情況 希望在這個過程中也都令到 也都向相關的地盤也都講解 究竟在外僱退場裡面要做些什麼 希望做好這個工作之後 可以令到那些外地僱員 真的要 由於工程完長 他真的要離開澳門的 希望都可以更加平和地離開 這個也是我們實際的銀資版 和治安警察局的初見事務 聽到一個很緊密的聯繫的 或者是想聽不聽長 或者回應一下洪生 他之前提到有一個過界司機 是怎樣監管的問題 可不可以回應一下呢 其實在過界司機的問題上面 其實我們一直都一樣 和治安警察局都有一個緊密的聯繫 因為在一個過界過職的問題上面 行政處罰的權衡屬於我們勞工事務局 所以如果我們在一個 溪核的過程裡面 即是巡查的過程裡面 譬如好像治安警察局 他可能在一些行動裡面 接獲到一些疑似過界司機的時候 都會將個案子轉給我們勞工事務局 我們會跟進 我們都會調查一個情況 如果是屬實的話 我們會依法去處理那個行政處罰 然後我們都會將那個處罰結果 通知回治安警察局 因為他有可能因為這個違法者 去違反一些法律規定 而影響到他可能再入境 或者其他相關的程序 所以在完成那個調查程序之後 我們會將那個處罰的結果 或者最後的決定 劃回給一個治安警察局 去繼續跟進 嗯 我都想問一下聽長 我看到勞工局其實都是推出了一個 手機的應用程式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APP的使用方面的情況呢 好的 其實在今年7月20號 我們勞工事務局推出了一個 我們局的諮詢網站的 那麼在這個APP那裏 我們其實是都有相當多的資訊 可以提供到給市民的 那麼包括有一個 勞資權益的計算模擬計算器 那麼在這個模擬計算器裏面 其實可以市民去將自己的一些情況 是可以計算到一個週假年假 它的聖假期 以及按年資計算的一個解局賠償的 一個模擬的一個計算金額這樣的 那麼另外也有些關於職安件 就業兇缺或者培訓的等等的一些資訊 都可以在這個APP那裏可以提到 那麼歡迎啦 市民多些下載這個APP 可以提到一些關於我們本局的資訊 那麼如果對於這個APP有任何的意見 都是歡迎和我們反映 我們可以再不斷地更新我們的資訊 或者再在線 沒錯 沒錯 那麼這個應用程式 對這些手機有沒有一些針對 不如是用些什麼版本這樣的 現在應該是IOS和Android都可以下載的 就是Apple都是可以用的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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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好了 我們暫時談到這裡先 看看天氣預告回來呢 我們繼續 澳門可以說 好了 回到我們的演唱了 那麼現在我們也有給出一個視頻嘉賓電線 它是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的副理事長 梁孫雍先生 梁先生 你好 停停 你好 局長 你好 吳廷長 你好 吳廷長 你好 對於我們今晚請了局長上來 你有什麼問題想提問呢 好啊 其實剛才也聽到一些嘉賓的一些 還有一些市民的意見 我覺得其實勞動保障是社會最基本的一個保障 過去其實澳門一直以來由於起步比較緩慢 所以導致到我們的一些法律法規 勞動保障相對於其他的地方是仍然是比較落後的 例如剛才所說到的最低工資 其實西方國家在19世紀的時候已經開始實施了 即使我們的內地是不是香港台灣地區 也都是早前已經是實現了 現在目前為止我們澳門只是通過一個行業 兩個工種去實施 我覺得其實已經相對來說是比較緩慢了 當然剛才聽了局長說在未來三年 希望能夠全面去拖國 我覺得這方面是非常好的 剛才也聽到一些叫做物業管理的業界 也提到一些的憂慮 但是我想在這裡跟大家去講解一下 其實目前為止最低工資每小時30元 每個月6,240元 實際上在目前澳門現在的水平 其實你叫一個市民每個月收6,000多元的話 你覺得能不能夠在現時的物價值數之下 可以過生活 我相信沒有人才能夠得到的 所以其實這個最低工資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社會的保障 也能夠體現到尊重勞動的 是不是體現到一個社會的進步的一種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時來說 除了一些舊式的堂樓之外 其實我相信絕大部分的一些叫做高住宅 甚至一些叫做那個比較高級的住宅 已經基本上超越了這個工資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其實去下年1月1日生效的話 其實對於整體那個物業管理的費用呢 就是影響不會太大的 當中不排除有些人會趁火打劫 借住這種這樣的實施最低工資來講 你謀取暴離 正如早前的是不是有些實施了一些叫做控煙 加了一些煙稅 導致有些煙傷下 他在未實施之前已經偷捕這樣加了費用 所以同樣其實在物業管理 最低工資實施之前 不排除有這樣的情況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一個作為一個業主 應該要理清楚目前的法律的情況 所以這方面其實都希望勞工局在這方面 加強一些宣傳的 另外 就關於那個外僱退場機制的問題 確實也有很多市民擔心 也有很多工友曾經向我們反映了很多意見 特別是近期由於堵收下跌 令到整體那個就業狀況 確實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放緩的情況 其實澳門正如剛才有那個市民講到 現在澳門外僱已經是超過17萬 而當中其實大部分其實是 擔任了一些叫做大企入工作的 其實政府長期所說的就是澳門政府一直以來 有建立一個叫外僱退場機制 但是政府所說的外僱退場機制 實際上就是等於一個外僱 他在澳門上班 當他完成了合約 他自動去退場的 但是作為我們勞工界 其實我們所說的外僱退場機制 我們認為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我們覺得其實當一個工種 假如我們能夠評估到 他是有足夠澳門的人能夠去承擔的時候 我們覺得應該要鎖住他的 我以2008年、2009年用海嘯的 那個當時的一個例子去解釋一下 就是2008年用海嘯的時候 當時出現了幾大的勃起的一個集體賽員 這個博彩了前線的那個比賽員 當時工會透過和政府採取了一個四方會談 後來實施了一個就是政府要求 那個博彌在一年內將那個監場主任全部撤出 是將那些職位留給本地人做的 我覺得其實這種所說的真正叫做外僱退場機制 例如我們假如評估到一些行業 假如它有足夠的本地人可以去晉升 我們比如一年、兩年、三年、博企 可以有一個撤出的時間來講 我們可以有足夠的時間來培育本地人可以去行動 所以我覺得現在面對那個賭收的調整 特別針對大企來講 應該是要去考慮哪些崗位 我們是能夠給到本地人的時候 我們應該將這些外僱 限定日期將它去撤出 從而能夠保障到我們本地居民 還有一個叫做就業或者晉升的機會 除此之外 其實最近勞工局也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收集一個《勞動關係法》的一個修改的意見 其實正如剛才所講的 澳門的《勞動關係法》一直落後於一些發達的國家 很多人說澳門的GDP已經全世界前列了 但是很多的社會保障、很多的基本保障 未來講仍然遠遠落後一些發達的國家 當中例如好像是我們的產價 其實國際勞動組織也都是發表了 在2000年的時候提出了 其實一般的產價的水平 應該要去到14個禮拜行的 而當中其實絕大部分的一個叫做 那個國際勞動關係 那個國際勞動組織的一個體育國 其實超過一半 其實他們現在那個實施的水平 現在遠遠的超過了14個星期的 而目前澳門只有56天 是不是? 即使我們澳門的公務員也有90天 我們這個無論是和本地公務員的標準也好 或者是和世界水平的標準也好 其實是相差很遠的 所以這方面是必須能夠追上到我們時代的一個步伐的 除此之外包括了我們的男士時產價 我們過去根本常常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周邊 包括我們的內地一直以來 也都有相關的一些保障制度 其實澳門這方面也是需要去跟進的 還有剛才也有一些建築業界的 一些工具提出了黑工的意見 其實有兩方面的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那個叫做 欠身那個問題一直是存在的 特別是一些叫做建築行業經常出現的 我們工會一直以來希望提出的 能夠怎樣去制定一個叫做欠身刑事法 是否令到一些僱主 沒有辦法可以去回避到一些責任的問題 我覺得因為去捉黑 或者是去 對於一些叫做來講 因為很多企業來講 即使它那個執拾顆粒 它可以透過各種的手法 去回避它的一個法律的責任 那如果假如我們能夠透過 這個欠身刑事化的時候 相對來說是可以令到一種 起到一種阻嚇的作用 我覺得這方面是可以去做的 好 多謝梁先生 提出這麼多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有線上的觀眾 等了好你了 不好意思 給我們一些時間 給我們觀眾都是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現在是輪到蘇生 蘇生 你好 你好 等了她很久 她說了一大堆 我都說真的 其實基本上她都是官子各自的 那其實我想問司長你有一個問題 這個其實發生在我身上已經很多年了 那我就學歷OK了 不會說差得比別人和其他人很多 那我的血統是屬於這個土參浦人的 那我就曾經被別人建功的時候 她就說以我的學歷會不會好屈就我 那我是想做一些文職貢的 那就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的學歷而不去請我 那我覺得會不會是一個discriminate呢 就是一個所謂的歧視呢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引分的就是 對於其他的族群 如果是她在見面的時候 不獲聘請是以一些很不合理的理由 OK Such as我剛剛說的 用學議學歷 就是說 她來去遠距我 那我可不可以 如果我覺得不舒服 我可不可以去勞工局那邊 投訴她說她是歧視我呢 那這是我給你的答案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都很新詠雅的了 就是其實 因為一個學歷 主持 你聽多一次 我給你那個 就是我剛剛說這句話 以我的條件 這麼優厚 去到他們的公司 屈不屈就 然後我說 不屈就 我說我不介意 由頭做起 由低做起 那她就在那裡說 這個 就說叫我回去等通知了 那我覺得她是在這個 這個interview 裡面 我覺得她是 吸收了我的學歷 因為我學歷太高 她不聘請我 OK 多謝蘇生 你提到這個問題 一會兒可能 請嘉賓回應一下 現在我們還有家庭觀眾 李生在線 李生你好 李生 是 你好 我在今天聽到 都有很多的觀眾 打電話進來都說說 但是我其實 我們在一些叫做開業 這麼多年的小店舖 請人請這麼久 在近年十年八年 大家都知道 人力的資源 是緊張不得了的 根本如果你說澳門 剛才有些人說 外勞 十幾萬外勞 退場的機制 老實說 是不是外勞 退場機制 就會有本地人的補充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挺難的 其實勞工局在過去這麼多年裏面 突然之間在人資辦那裏分支了 就是將人資辦分支了出來 是很明顯是將兩個職權分開了 以前勞工局一個可以去控制很多東西 但是現在職權分開了之後 反而令到那些中小企業想找人 是更加難的 為什麼呢 我們要什麼人員的 首先去勞工局登記 找一些適合的人員 找不到 那就再去人資辦找 但是人資辦往往就會告訴你 是你的資格不夠啊 又說 你的機構可能那個 那個 怎麼說呢 產業不夠大啊 所以我沒有辦法給人理 那其實是不是 將我們反而中小企 真的這麼需要人的情形之下呢 就反而將它抹開了 抹開了 沒有辦法去統一去管理這些事件 再將它分開 分開的時候 變成我們好像被人逐個擊破 我想要人你又不給 如果不給又不是勞工局不給你 你說勞工局我給你申請 但是就沒有人給 好了 到你去人資辦 人資辦我沒有人給你 又或者你不夠資格 那到後來 我們都是沒有 鍾小企 我真的是 都不明白是究竟 應該怎麼做才對 但是你的大企業呢 賭場啊 或者其他的行業呢 就不斷給人 甚至乎 明假是去到十幾萬 就有幾萬人沒有來的 都可以 那究竟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是不是勞工局 應該是再將一些 這樣的個案 或者大家和人資辦兩邊 是多一些溝通 不要將我們兩個獨立來分開 這個有這個那個 那個有那個 但是到最後 中小企都是沒有人到的 那我相信呢 這些這樣的難題 不是我一個的 我們經常都有很多 中小企大家站在一起 都沒有辦法面對到這些難題 那其實是否 勞工局那方面 是可以考慮一下 究竟怎樣 可以將這些中小企 這麼缺人的方面 可以幫助一下呢 那不就是 喂 我沒有啊 我沒有人給你啊 沒有啊沒有人做啊 那就算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中小企就是永遠都是中小企 甚至乎倒閉了 就沒有辦法再升一步了 好 謝謝你們 好多謝李先生你提到的意見 那好了現在都是聽了三會觀眾了 都是被局長回應一下 那或者 現在都問題都很多 或者先講那個 航山講話 一個天證手運工 我想 政府裏面呢 對一些 本地工人的就業 就是相當重視 因為我們輸入外地僱員 是補充一個不足 還有或者 本地缺乏的一些外地僱員 我們就會給他們輸入的 那所以很重要的 傳提就是 本地工人真的 是可以找到工作 外地僱員的輸入 是不會影響到 本地工人的持續就業 優先就業 以及一個向上流動 都不會影響的 所以變成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也都希望向我們去投訴 特區政府都不容許任何一個 本地工人都由於外地工人的輸入 而影響到他的就業機會 或者他的工作 這個是對於韓山的回應 第二個就是 就是那個 跟梁蘇豪先生說的那個 產價或者市產價 那樣東西 我想回應一下 就是實際我們 對一些勞資的權益 的收法 的情況 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僱主不僱員 實際不同的理解 好像我說的市產價 我們提出的這次的 收法建議就是 3至5天的市產價 如果一個 本地的一個僱員 如果一個僱員 如果他是 就是 試用期滿了之後 他生了小孩之後 他是有 3至5天的 有新的市產價 那麼 跟著那個產價 也是一個 大家都會覺得爭議 就是說 跟相關的 都希望 盡量多希望 跟政府看齊 但是實際在產價裡面 我們就在 相關鄰近地區的情況 就是好像 香港地區那樣 實際他都是70天的 但是由於 他是收5分4的人工的 實際 回來都是56天的人工而已 那麼 現在政府提出那個 修改勞工法例 關於那個產價裡面 就建議加入 在現有的56天的 產價那裡 加個14天的 無薪的產價 就是說 是在乎那個 那個 孕婦生了嬰兒之後 覺得我需要的話 那麼他可以考慮 我真的要多14天的 一個無薪的產價 這個是我們那個 收法的建議 那麼在這個 為什麼會提出一個 這麼的收法 因為實際我們知道 勞工權益實際 一個就是僱主方 一個就是僱員方 所以我們要平衡相關 因為我們收過一個法律 實際勞資關係 就是一個 包括剛才中小企說 人家豬不夠 那麼 有的也都說 有很多外力權 那是我們做一個平衡 就是希望 在這個收法過程中 一些福利裡面 是我們希望平衡到 勞資雙方 在收法過程中 也都令到 中小微企能夠繼續去生存 或者繼續去發展 那麼這也是 我們提出一個 一些收法建議 是 還有 想那個蘇先生 要提及到那個問題 是不是 請廳長收拾回應 好啊 其實對於剛才蘇先生 所提及的 是我們面試 或者是求職 或者是在職的員工都好 如果在這個過程中 懷疑自己遭受到歧視 這樣的情況 其實在我們勞動關係法裡面 都有相關規定的 其實僱主是不可以對僱員 或者求職者 是基於種族 性別 宗教信仰等等的原因 去做一些歧視的行為 所以 確實如同蘇先生所說 如果 他認為他剛才那個情況 是涉嫌有一個歧視的成份的話 其實確實是可以在勞工局上投訴 我們都會依法去跟進的 明白 現在也是想問一下局長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現在無錢本偶的就義的情況 我想我們實際應該這樣說 因為現在那個 失業率是1.8% 實際上比之前就輕微 升上0.1% 即是0.1% 實際勞工局一直都留意 那個勞動市場的情況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勞動市場的 密切關注 例如好像我們覺得 在一些僱主行倒閉 或者解僱一些本地的員工 所以這些員工如果來到勞工局 他有一種叫做投訴也好 求助也好 我們都會幫他 第一個就是 我們先會跟他爭取 再說在解僱方面 究竟他的權益有沒有受到保障 這個方面勞工局 勞工監察一定會跟他爭取這個 這個這樣的權益 因為是他應該有的 這個我們會跟他爭取 或者追回應有的一些權益 另外一個也會向他提供一個 就是因為他是失業 因為被人叫故事 會即時提供一些 即時的配對 會根據他的情況 我們即時會看一看 究竟在我們勞工局的求職網裡面 究竟有什麼工 是適合去做 即時會做一些配對和轉介的 也都會留意他們 會不會有一些培訓的需要 包括有些職眾 可能現在未必找到一些工作 他可能在某些培訓的需要裡面 或者會看他有沒有一些培訓的需要 跟證這些培訓的需要 勞工事務他都會做一些職業培訓 我們會根據這些情況 會開始一些職業培訓的活動 嗯 好啦 都是時間差不多要等 我們休息的時間 看看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澳門可以說 好了回到我們的現場 現在有家庭觀眾 宜生在世 宜生你好 支持好 宜生你好 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觀眾講過 關於那個最低工資的問題 就是我有一點點自己的想法 就是現在譬如最低工資 我的理解就是 或者公眾或者部分團體去提出 是劃一性的 就是不同行業都好 它的最低工資標準都是一致的 那我這個 就是這樣說 爭取工人的權益可以存在 我一定是支持 社會各界都支持 我自己都支持工聯 但是你說有些時候要看情形 譬如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工種 它是不是那個工資 是不是要定 還是這樣去定 去最低呢 我覺得這個又是相互的地方 甚至乎同一個行業都好 不同的那個年資 或者那個領域的不同 我覺得你這樣去定一個 最低工資呢 其實真的有一個傷害的地方 我反而是希望 局長在這件事上面 首先我覺得最低工資是要定的 但是是不是這樣去一刀切 這個各個行業呢 其實在我自己 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譬如在外地的其他地方 可能不同的團體或者工會 去因應它的行業 跟它的僱主 就是僱員的組織 跟僱主去談 你都很 你很少這樣一下子 去劃分那個最低工資 你當然 可能有些地方這樣做 但是你澳門街 適不適合呢 或者其實我看回香港 曾經都做過這件事 最低工資 但是一下子 譬如好像保安為例那樣 他會覺得我是不是都 訂這個價錢出來呢 我為什麼不請那些年輕人呢 這樣 就是變成 當然啦 我對那句 最低工資是支持的 還有支持工會 一直這麼努力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大家多些去談 多謝局長 多謝余先生你的意見 好了 我們聽聽下一位觀眾 謝小姐的電話 謝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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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小姐 各位嘉賓好 我關於對於夢工法 就是有些意見的 那希望呢 我們勞工局長啊 還有聽長 比較高級的行政人員呢 能夠為澳門基層員工呢 做多一點點事 因為呢 在工法裏面呢 對一些基層員工 受到一些無理的解僱啊 或者對一些工商的員工呢 勞工局是做得不夠足夠的 好似之前啊 陳小姐呢 和我自己的個案呢 那有很多漏洞的 那就是我們去到 公職水報啊 或者投訴啊 那工局呢 就暫時 好像似乎沒有一個明確的 行政手法呢 是幫到一些受打壓的員工的 還有呢 那些招建公司呢 它 因為我們現在開了很多大型的娛樂場啊 或者企業啊 它有很多外判公司的 那它外判公司已經外判了出來 它有一個獨立的國體戶來的 那為什麼這些獨立的國體戶 外判公司 它從了無理解僱 我們要去告一些原來是業主啊 外判給它那個業主那個人呢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 勞工局是希望多些留意 這一方面的行政做法啦 如果不是呢 我們做基層員工呢 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我們就很難採取到法律的幫助了 因為我們最貼切的部門 政府部門就是勞工局 如果勞工局都幫不到我們呢 那我們就很難去做下部了 因為不是每個員工都可以去 請一些律師去為一兩萬元 或者九千元一個月那些 基層員工去打官司的 這些是真的不可能的 所以我希望勞工局長啊 廳長啊或者甚至乎是處長啊 就能夠在勞工法方面 多些研究 如果有什麼法律是不足的呢 那希望就能夠改到 真正幫到那些基層員工 好 多謝謝小事你的意見 好啦 現在也是給國長回應一下 我想先講一講 余先生講的最低工資 現在那個呢 是物業管理行業的清潔和保安 才是做了一個最低工資的 那實際 明年的1月1號實施 就是對這兩個行業 物管行業的清潔保安兩個行業 會是實施最低工資的 那而那個說全個行業的 或者叫做全個行業的最低工資 政府承諾在三年之內 實施生效之後 三年之內就會做一個全行的最低工資 那麼在這裏率上講一講呢 因為最低工資已經講完最低工資 實際呢是不阻止 僱主提供給這個最低工資更高的工資 那不是由於最低工資 將它變成一個最高工資 這個不是立法院的 立法議員是希望呢 補助一些低收入人士 透過一個最低工資的一個法律 是保證他們獲得一個最低的生活保障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立法的那個原意來的 那關於那個謝小姐講的那個 那麼想多謝他們 相信勞工局會幫到僱員 想感謝他們 那麼實際上是對一些 真是一些無理解決 也都希望那個僱員 來勞工局去投訴 所以說 那麼無理解決決有很多情況 我們真的要調查 才能夠知道那些情況是怎樣 那麼調查過 如果真是那個僱主 是違法一些勞工法例的話 所以我們是會 是會將個案 當然我們要求僱主 如果還給錢 或者是怎樣 在之前搞的 OK了 這樣給僱員的話 那就完長的 但是如果真是說 我們覺得僱主是違反的 那我們實際上會 去檢察院 檢察院就會 代政府 去跟那個僱員 去追討一定的權利 嗯 之前總會的觀眾 李生 他要提及到那個人力之語 緊張 中小企的請人欄 這個問題 請誰會回應一下 我回應一下 好 實際李生說的 就是 特區政府最願意 因為也都政府上層 那個人情象觀 但是市長實際 也有說了 澳門呢 政府最希望就是 中小微企 不會由於人力之源的問題 而遇到一個經營上的困難的 所以在中小微企的外地僱員的審批裏面 勞工局和人資辦是連線的 意思是 因為外僱的申請 必須要是 本地找不到一些 本地僱員去做這件事 才會是一定 批加一些外僱 所以通常來說 都會在勞工局 會做一些求職登記的 我們會根據僱主提供的資料 我們還去做配對 我們會即時會在網上 實際人資辦的同事 即是審批我們的人資辦的同事 實際分析同事 即時在網上會看到的 勞工局在這方面 對於中小微企 那個人資的需求裏面 實時求是 向那個人資辦提供的資料 務求令到真的很多的 中小微企 不會由於人力之源的問題 而影響他們的營運 因為中小微企的持續健康發展 就是對澳每一個和諧 和一個良好的和諧社會 是一個很重要的成份 一個成份來的 是的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聽聽局長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勞動關係法的修法框架 就是在勞動關係法的修法框架 我們實際 今次我們希望 就是從一個 根據以往一些的資料 我們希望在操作性 靈活性 和協商性裏面 會在這方面做一個建議的 勞工法的框架 就是我剛才說了 包括有一個市產假 有一個市產假 亦都有一個產假 一個無薪的十四日的產假 亦都會 回到弱了一些 因為現在有機會 一些強制性的假期 和一些周價重疊的處理 我們會作出一些收法的建議 就是包括如果真的強價 和一個周價在一起的話 實際我們以後就會 是以強制性假期來定那一天 然後雇主就要補回一天的優價 給雇員 這是我們整體修改的框架 現在實際在社協裡面討論 亦都會跟一些工會 商會團體去引誡 亦都希望聽多些的意見 希望以後在收法裏面 做一個草案裏面 更貼合澳門的社會發展 而做一個接地氣的勞工法 我想問一下聽長 當局怎樣加強對外固的監管工作呢 其實我們對外固的監管方面 我們一直都很重視的 當然一方面除了保障他們的合法 在我們澳門工作的權益之外 另一方面我們也會對於他們的 因為他們的輸入 是根據我們就業政策 及勞工權力公義法規定 它只是補充我們本地的一個就業 的一個不足這樣的情況 所以如果在一個外固的輸入 如果影響到我們本地人的一個就業情況的話 或者是優先就業的情況的話 我們都會依法去處理 以及將那個 一樣的調查結果 通知上相關的部門 去作出一個跟進的 其實現在正如剛才我們局長 都多次有提及 我們其實現在在一個外固的監管方面 除了我們勞工事務局之外 我們和人力支援保護室 以及治安建設局 都有一個聯合的一些聯絡的機制 以及聯合的一些資訊的互通 那務求在一個外固的監管方面 是加強我們之間的一個溝通 和一個希望的效果是更好的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提及到這個8號封球員工上班 這個保障方面 是不是都聽聽獎的意見 是 剛剛修改了那個 這個工作意外的那個條例 就是4095修改了 那實際在8月29日就會生效 今年8月29日就會生效 那實際是一個8號封球上班 如果一個企業 真的要僱員 真的在8號封球正常的上班 好像傳媒行業 我相信主持人 就應該在8號封球都要上班 那我相信僱主就要 要買一個叫做8號封球的一個保險 那這個保險就是說 如果那個僱員在8號封球的上班 那個3個小時之內的話 實際在那個 那個過程中 上班過程中 如果有意外發生的話 是會有一個彌補制度 即是說 如果一個僱主又買的 那就保險公司去 負擔這個保費 即是保障到僱員 一個彌補的制度 即是如果僱主還沒有買這個保險 如果發生了一些 應該就是僱主自己會去負責任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像這樣 實際如果他真的是僱主 真的需要8號封球的成法 都需要員工真的做事 如果他自己真的不買的話 當然他會負責 因為他沒有把那個彌補責任 給獎保險公司 但是在法律裡面 也會處罰那個僱主的 明白 好了 最後一些時間 都是給局長總結一下 我想這次都多謝各位觀眾 聽眾或者觀眾 給了這個意見 我們很高興聽到很多的意見 我們希望很重視這些這樣的意見 希望以後我們在這個工作裡面 根據這些意見 我們做得更加好 也都提供對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那聽長都是總結一下好嗎 一樣 我想對於市民所提出的意見 我們都會細心聆聽 其實剛才也提及到很多 是關於我們勞動監察廳的工作 相信這些意見 對於我們任何工作 都十分有幫助的 或者在監察方面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得再詳盡一點呢 關於你的工作範疇 在監察方面的東西 其實在勞動監察廳的一個工作範疇 那裡除了處理一般的一個 勞資糾紛的問題 外固的一個情況 就是外固的在我們澳門工作的情況 還有剛才局長有提及的 我們關於一些工商意外的一些狀況 都是屬於我們勞動監察廳的範圍的 所以其實剛才講到的一系列的一個 4095就是工商法的一個宣傳工作 我們都會是 無論是法律的角度 以及是一個 我們操作層面那裡 如何執法 都是現在很著力地去做一些廣泛的一個宣傳工作 希望在這個法律生效之前 大家 港大市民 或者相關的一些持訓者 都清楚明白這個法案的一個 如何執行或者如何操作 才是可以最好保障到各方面的人士的權益 或者最後一些時間來聽聽局長 可不可以幫我們再講一下 這個會僱員提供有哪些協助和服務這方面的情況呢 我想勞工局實際對於 可以說勞工局都是做的一個工作 就是職業培訓的 實際我們都會提供一些培訓 希望就是說 希望一些工友 我們實際提供一個 就是希望他們和一些企業的需要 會提供一些職業培訓 包括一些他們真的培訓完之後 找企業即時去進行一個 叫做面試 即時去入職的 這個也是我們在做的 也都會加強一個 就是一些認證的考試 希望協助本地僱員 考取這些政業 包括電工的技能證等方面 也都希望幫助他們去考取 讓他們在職業生涯裏面 會更加好地向上流動 嗯 明白了 好了 今天也是多謝兩會勞工局的對表和局長 上來我們澳門可以說明前的節目 多謝兩會 好了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明天我們會談談 關注食品安全 煮糕蝦的問題 歡迎大家上次收看 多謝 拜拜